高位股退潮 元宇宙继续发酵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周三 护身两世全天斩幅震荡 特停后邀股军团炒作进入退潮期 昨日超40只地产股涨停后 低下炒作迅速降温 12月22日 联邦股总龙头三杨马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要求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二位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并未关进小黑屋 据悉 三杨马是一家公铁连运的上市四星股 四星股概念被认为市售市场炒作的主要原因 同时双十一概念 一带一路概念等也 周三元宇宙板块整体活跃 四联版 二联一字版等集体涨停 其中 数字人细分概念最强 结合近期偶像纷纷塌房事件 提前布局数字人避免踩雷似乎成了新方向 消息方面 昨晚百度发布的首个国产元宇宙产品 嘻壤 正式开放定向内侧 同时昨日召开的上海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 引导企业加紧研究未来虚拟世界 与现实社会相交互的重要平台 事实布局切入 在今年元宇宙爆火之前 虚拟人鼻祖初音未来 虚拟歌击落天一 虚拟偶像女团SO 银发少女I1等虚拟人就已出圈爆火 引来各大互联网巨头机器布局 在技术革命的特波助蓝之下 虚拟人在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加持下 于面部形象 动作展示 声音识别与合成的维度越来越呈现精细化态势 体现其未来高精度的特质 感谢观看